府顺市的开源小区是个开放式小区 去年小区改造后啊 硬件环境变好了 那怎么维护改造成果 建立小区治安防疫出行的良好秩序 也成为了摆在居民面前的新问题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小区里成立了一个队伍 正是这个队伍的建立 使小区里的各个工作啊 都变得紧紧有条起来 咱们去看看 这个队伍里到底都是些什么人呢 在疫情常态化管理期间 一进开源小区的大门 就能够看到志愿者为外来人员登记测温 同时向居民宣传疫苗接种 如果在小区里停车 也能看到有人巡逻看护 遇到贵重物品和包放在车里 或者望关车窗 都会有人打电话提醒 这些人为大家亲切地称为 小巷管家 我们开源社区是一个开放式的老旧小区 去年通过政府的改造 小区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特别是我们批认了辖区的志愿者 担任小巷贴心管家 负责辖区内的防疫 安全 卫生等服务工作 受到了小区业主的引致好评 小巷管家24小时轮流之手 充分发挥业主资质 管好小区 除了在小区内路面上巡逻 居民家里的大事小情也会主动帮忙 小区居民反映 在小区环境改造之后 有了小巷管家的管理和服务 在这里居住的安全感和舒适性也提高了 这点子真不错啊 现在很多的物业小区都有管家 而这些开放式小区现在也有了管家 这些管家既接地气又能和居民们打成一团 还能封管各个工作 把具体事物落实下去 确实是一个聪明的办法 其实其他的老小区也可以借鉴一下